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符合我们使用分区的使用习惯 当我们使用分区的时候 比如说根分区 后面分区 布的分区 都是让他开机可以实现自动化载 那我们昨天上节课这个新分的这个sdb1 和sdb5这两个分区 就应该可以实现自动化载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自动化载 那自动化载啊 归根结底是要写入utc下fstb这个文件 只要写入了这个文件 它的开机之后 它就会依照这个文件的配置来进行自动化载 不过啊 大家小心 这个文件是我们系统启动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系统文件 万一把它写错了 有可能会造成直接造成系统的崩溃 系统就不能启动了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学习一下fstb文件的修复 要学习一下这个文件的修复 那我们先来看看自动化载 自动化载之前啊 我们先mont一下 查一下看 我们昨天手工化载上节课手工化载的sdb1 和sdb5这两个分区其实已经化载 但是呢 一旦重启 这两个分区就会消失 必须再挂载一遍才能正常使用 那这个很不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 那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依赖于这个配置文件 来进行让它开机之后自动化载 打开看看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这样 上面的都是注释 下面的才是我们系统当中真正开机会自动挂载的一些分区 当然只有这四个分区是我们可以真正使用的分区 主要是根分区 Bot分区 后面分区和交易分区 下面这些呢 这两个是内存的挂载点 我们说过了 这两个这两个呢 都是临时的 临时文件的挂载点 不能直接操作 我们能够操作的 其实就是这四个分区 那这四个分区大家小心 这是一行 这一行太长了写不下 所以换行了 但是这是一行 那这个总共是六列 也就是六个字段 我们分别来解释一下这六个字段的内容 第一个字段就是这个分区的设备文件名 当然我们在这里写的是UUID 也就是硬盘通用唯一识别码 这个地方其实写分区设备文件名 第一位下SDE 或者用它的UUID都是可以的 早期的时候是没有UUID的 全部都写的 直接写的是设备文件名 但是啊 设备文件名有个问题 比如说 我把分区的顺序跟这个颠导了 原先的SDA2变成SDA3 原先的SDA3和SDA2进程颠导 那这个时候或者我升级了系统内核 或者呢我就添加了新的分区 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系统的崩溃 原因很简单 它系统是按照原先的分区顺序 去进行系统的启动和交用 但是你把分区顺序改了 系统不知道啊 然后按照原先的方法去找 就会出现暴锁 那UUID的作用呢 它相当于什么 给我们每个分区起了一个 唯一的识别ID号 这样的话 系统去看这个ID号来确定分区 这样的话 你随便去改它的分区顺序 但是分区的ID号是固定的 我只要来查询ID号 就可以知道你的分区 到底改没改顺序 就算改了我也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说有了UUID 我们的分区的使用和修改 就会变得更加灵活 但是如果你非常不愿意用UUID 我非要用设备文件名 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小心 如果是做设备文件名 做到前面 你的分区尽量就不要再去动顺序了 哎前后顺序就不要乱去 去乱动了 那所以说起来还是UUID更加可靠一点 那我们如何查询我们新分区的UUID呢 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讲过这个命令了 Dump2 Dump2 FS 后面加我们分区的设备文件名 假设DDSDB 加一个-H 看只看超级化 不看后面的那些那么多内容 要不找起来不方便 大家就会看到啊 在最开始这里 就是这个分区的UUID 这个UUID应该是固定的 只要你的分区不不删了 重新格式化 不重新分 这个UUID都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写它的UUID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写UUID 好 这就是第一个字段 ETC FSTAB这个文件的第一个字段 的作用 那第二个字段呢 一目了然 就是它的挂带点 第三个字段呢 是它的默认的文件系统 那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现在的分区当时格式化的时候 我都格式的是 EST4写EST4就行了 下面这个Default 是指这个分区挂载的时候 它自动挂载的时候 使用默认权限 那大家小心 这个文件当中的这个权限 和我们讲 Mount命令 挂载命令的时候 所用到的那个挂载表格的权限 还是通用的 那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用默认权限 想自己手工来进行权限 可以参考我们前几节课 讲的Mount命令 那个挂载权限的那个标准 他们两个是完全一样 好了 后面还有两个数字 也就是第五个字段 和第六个字段 第五个字段 是说这个分区 是否在我们的计算机 让它自动进行 半部备份 半部是我们Linux当中的备份命令 这个命令 我们后面在讲备份与恢复 当节的时候 回来介绍 现在你只要知道 如果这个地方写0 代表系统不会自动备份的分区 如果写1 代表系统每天会把这个分区备份 如果写2 代表这个分区会不定期的备份 那我们看到 我们的根分区 部的分区 后面分区 它其实都是在进行每天备份 那既然是备份 就应该有一个备份数据的保存位置吧 那我们来 细节到根分区下看一下 在根分区当中有这样一个目录 Lost Fund Lost是丢失意思 放的是找到了意思 那我们再去看看Boot分区 也有Lost Fund 再去看看后面分区 也有Lost Fund 那这个目录 就是我们每个分区自动备份之后的数据 小心啊 这里的自动备份 针对的是分区 也就是说 你这个目录 必须是分区才有这个目录 并不是所有的此目录 都会有这个严实目录 不会 只有单独是分区的目录 才会有这个Lost Fund 加放的目录 好了 这里就是说 它是否自动备份 自动备份 那最后一个字段呢 指责是 这个分区 是否会利用FICK 自动进行扫描 我们说了 讲FICK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 FICK命令不需要大家手工指导 系统会在它恰当的时间之内自己来进行检测 那如果这块写的是零 代表这个分区不自动检测 如果剩下写的如果是其他数字 它代表谁的数字更小 谁的优先级更高 谁越先检测 那我们就会发现啊 Root分区是一 其他两个分区是二 那也就是说 系统在进行自动检测和扫描修复的时候 会先扫描根分区 再去扫描这两个分区 大家小心 呃 我们一般自己手工添加的分区 它的优先级都不应该是一 也就是说不应该比根部路要高 我们能够改的优先级 应该都是二啊 或者说小于二啊 这就是这个文件六个字段的作用 六个字段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我假设我想让我刚刚的第一位 SDB一分区可以开机自动挂架 那么我只要把SDB写到这个文件当中 遵守这个文件的格式 每次开机系统就会自动挂架 那好了 我为了简单期间我不写UUID了 要不还得去查 我就写设备文件的 第一位下的SDB 然后呢 把它挂载到了Disk的箱中 它的文件系统权限是EST4 它的这个选项 默认的这个挂载选项是默认 Default 然后 一二 也就是说 我们的计算机会自动备份 自动备份 每天备份 然后呢 它的扫描 优先级是跟这两个分区一样 这样的话 只要保存 我的Def SDB一分区 每次开机就会自动挂架 大家 小心 这个文件 也就是 UTC下 FSTB 这个文件 是一个重要的系统 启动资源 启动的资源文件 如果这个文件写错 你的启动过程就会出现报错 而且会直接导致你的系统崩溃 所以写这个文件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千万不要写错 我说啊 超哥每次讲课的这个学员都说 写这文件要小心 写错了系统会崩溃 但是每个班都有人把系统崩溃 原因就是你把这个文件写错 还有 虽然你有可能没写错 也就是说我让它自动挂载到第四课一 这个分区当中 但是我误删除把第四课一 你这个目录给干掉 这个时候你去想象 你启动的时候系统会报错吗 当然会啊 他会认为找不到发贷点 相当于你把这个文件写错 那为了保险期间 我不应该先重启 而应该干嘛 执行Mount-A命令 还记得这个命令吗 这个命令的作用是什么 依赖这个配置文件 把我们所有的配置文件里面写的分区 都自动重新挂在一边 那执行这条命令如果有报错 他就会歧视你 最起码你不至于等系统崩溃了才发现 而现在是正常了 好了 这就是如何进行这个分区的自动挂载 那重启一遍 比较浪费时间 超级可能就不重启了 用Mount-A告诉大家 这已经可以自动挂载了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一直说 万一这个文件写错了 会直接导致系统崩溃 直接导致系统崩溃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干嘛 我们就需要小心 不能把这个文件写错 但是 人不是万能的 我确实不小心把这个文件写错 比如说 我估计呢 把这个1删掉 刚刚是sb1 现在写成了dv下std 那铁定会报错 那这个时候大家小心啊 保存 我重启一下 来 这时候就不能用远程了 要在本机来看 稍等片刻 我们看看它是否真的会进行报错 会进行报错 稍等片刻 来 让它启动 好 启动过程出现了 好稍微等 看看它到底会不会报错 好吧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这块写的是fail的 错误 什么错误 大家如果仔细看看 去 这个文件 sdb 在这里找不到这个东西 不能打开 不能正常使用 有一个点击跟报错 系统已经崩溃 但是别太着急 这块有提示 给root的密码 给制裁计算机输入root的密码 或者用ctrl加d进行这个重启动 或者继续启动 好像还有系 那我们尝试 那我们尝试输入root的密码 123456 哎 我居然又看到了提示符件面 那也就是说 这个报错其实是可以修复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去vr 重新修改这个文件 把它错误信息 改回来就行 但是 仔细看这个红色 你再改一个止读文件 这个文件不能修改 看它 修改一 根 只要写弱 是不能保存的 哪怕它强制也不行 那 说明什么 这个文件是不能修改的 虽然我是root 但是没关系 不要担心 我们讲过mount-o重挂载的 那是因为啊 我们这个分区在报错了之后 它挂载的时候 没有把它挂成读写权件 而挂成了止读存件 这个时候我只要重新把这个分区挂一下 挂载成读写权件 就可以解决刚刚这个报错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mount-o remount 逗号 读写 重新挂载根 这个时候再去修改这个文件 就不会有问题了 哎 小心这个时候看啊 它就不会再有报错了 我就可以修复这个错误 然后再重新 你就会发现 系统可以正常启动了 而且 sdb1分区变成了开机自动挂载 哎 这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一旦 utc下 fs7b这个文件 进行了报错 我们可以在它来启动的时候输入密码 然后通过重新挂载把写权限挂进去 然后进行这种文件的修复 不过大家小心 这种修复方式可不是万能的 可不是万能的 它能修复的错误只有一种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这个文件报错的时候 才会看到刚刚那个提示 要求你书名吧 哎 所以说这个还真不是linux当中常用的修复模式 这个修复只用在这个文件报错的时候 只用在这个文件报错 而且我们也说这种报错 它不是万能的 原因很简单 好 现在起来了啊 我们重新联想 看这 重新联进去了 然后mount看一下 哎 大家会发现 sdb1自动挂载 但是sdb5没有 因为我没有写sdb5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小心 这种刚刚那种修复方式 它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 那种修复只能修复这个文件报错 只能修复这个文件报错 其次 要小心 如果你是把根分区这一个字串改错 它就会连刚刚那个错误提示都不会让你看到系统 直接就不动 原因很简单 我要看到刚刚那个报错我的根分区必须是正常的 才可以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连根分区都给我乱写了 那系统就彻底更快了 你刚刚那个修复都已经不能进行了 所以啊 还是这句话 修改这个文件的时候一定要非常仔细 要不然就非常容易导致系统崩溃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讲了 如何通过UTC下 FSTAB文件 让我们的分区实现自动挂材 然后我们又讲了一下 万一把这个文件修复错误之后 该如何修复 好吧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下节课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